嗨大家好,我是鴨鴨 今天呢,想借我自己的經驗分享給大家 關於保養的一個多一個想法吧 有時候呢,是不是你其實是需要去看醫生拿藥 而不是再去嘗試各式各樣的保養 那故事說到呢,從我開始愛美開始 我就知道我的皮膚容易看起來有點泛紅 那年輕的時候是覺得沒什麼 就是覺得好像有自然的腮紅 然後呢,加上有很多保養都是主打說 敏感肌可以使用的 然後就覺得說好像臉容易紅紅是一個 不是很特立的現象 還蠻多人會有的是正常的 就只是說你要比較小心在關於保養的那個方面呢 要用一些比較溫和不刺激的 所以呢,一直以來我都是 就按照這個模式去保養的我皮膚 然後呢,直到就是越來越長大 有時候我的皮膚過敏是稍微比較嚴重一點點 就是有一點點紅腫啊,紅癢的感覺 那我曾經去看過醫生幾次 那有的是跟我講說過敏嘛 然後給我過敏藥,擦擦好了那就算了 那也曾經有一位醫生跟我說好像是酒糟這樣子 然後也是擦擦藥,然後就好像沒事 然後我就覺得說 欸,搞不清楚到底是哪一個問題 或者是呢,我兩個都有 總之我就是一直沒有非常非常在意這件事情 可是呢,我漸漸的會覺得說 其實我自己的底妝還蠻難上的 就是我常常會覺得我的臉好像 總是很多一些小 局部小脫皮 然後或者是常常覺得粗粗的 然後我都覺得說 是不是我的臉太乾啊 我就是要用很滋潤的產品 然後或者是我也常常會起一些 那種小疹子 就是像粉刺像痘痘 可是又有點不一樣 有的是擠不太出來 然後就是很奇怪 可是我都會覺得說 可能我又開始敏感了 我就是稍微簡單保養 讓它過去就好 然後一直到前陣子 我的情況突然越來越嚴重 就是我開始又開始粗糙 然後粗糙之後呢 我就想說 好,我可能太乾了 然後我加強保養之後呢 還是覺得有好一點 可是不滿意 然後呢,我就去去角質 然後去角質之後呢 我整個臉就開始大暴走 就變成整個更粗 然後更乾 我上什麼都是完全脫皮的 然後又開始更多的疹子 然後更多的癢 所以呢,我就是受不了了 我就去看醫生了 如果是以前的我 我可能會不趕時間 我就想說 啊,用一些就是比較溫和的保養 然後慢慢調理 讓它自己好 可是因為我急著 我還是需要拍片啊 上妝等等的 所以呢,我就去看醫生 然後這一次呢 我就被確診說 我是九糟加上紫露性皮膚炎 然後我就非常非常的震驚 我想說 啊,到底是 就仔細去搜尋說 呃,九糟跟紫露性嘛 然後就發現就是 紫露性它就是會 有很多的脫皮 然後長一些秋疹什麼 其實兩個情況都非常非常非常像 可是呢,總之我就是 開始依照醫生吩咐 我就吃了藥 然後我又擦藥 然後我的保養就變成 我紙上噴了芽樣的水 然後上藥之後呢 我再上那個 理不保水的B5 這樣子 就這樣吃要擦 然後一個禮拜之後呢 我的臉 竟然就好了 雖然這樣聽起來很好笑 就是本來就是開 開藥是最有效的 可是我之前真的沒有覺得到說 我是一個 呃,嚴重的皮膚病 我只會覺得說我皮膚敏感 然後有點乾 然後我就不停的上一些滋潤的保養 然後不同的面膜 或者是覺得粗糙就上去角質的 可是呢,這次就是 我保養這麼這麼的簡單 然後我就是純粹擦藥而已 然後吃藥 竟然我的膚況就可以達到 呃,我很久很久沒有皮膚這麼平順過了 然後呢,我好了之後上妝也發現 這上妝好看非常非常的多 平常呢,我怎麼上就是容易 有時候就開始卡啊 或是開始那種凹凸的情形很明顯啊 或者是妝就是不夠貼 連我那時候結婚的時候 我拍婚紗 親密幫我上妝 他也說我的皮膚還蠻特別 就是好像會排斥那些底妝 可是呢,我現在就是完全回頭一想 就是可能是我的那個皮膚病發作的情況 我沒有去改善他 就是我可能覺得太輕微了 然後就想說靠保養去好 但是其實他已經是生病了 也需要擦藥,需要吃藥 那雖然我現在的皮膚好了 然後我就是盡量不要太刺激他 然後對他減少負擔 就是一樣是這樣子的保養方式 這樣子的上妝方式 可是呢,我覺得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觀念 就是有時候 或許你覺得你的皮膚 不管擦什麼樣的保養品 做怎麼樣的去角質 都是一樣有那種粗糙 或者是容易長怪東西的 那或許呢,那不是因為保養的關係 也不是你用任何的保養就可以解決的 有時候呢,其實是你的皮膚生病了 所以你需要去看醫生吃藥擦藥 當你皮膚生病的時候呢 這個是對他最快好的方式 而不是你去擦各式各樣的保養 可能還會刺激到他 所以今天呢,就是給大家一個新的方向 就是有時候可能你是皮膚生病了 而不是你缺了什麼樣的保養品 那當然大家也不用過度恐慌啦 就是變成說,好像稍微有點乾 然後不擦乳液就先去看醫生 就只是說,如果你怎麼樣 都會覺得說問題很難解決 就可以多一個想法 就是說,或許不是保養的關係 或許是你皮膚本身有生病的關係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我們下次見,掰掰 仔細 част的拍片 咖啡 雪 яв 冷